今天教你一个魔术 这个魔术的名字叫做分不开的四张A 在这里四张A 我们一张一张把它给反过来放到我们的桌面上面 与此同时我们要拿出一张两张三张牌 三张杂牌放在一张A上面 第二张同样的三张杂牌放在上面 也就是说每一张A的上面 我们要分别去拿三张牌放在上面 最后同样的这里也一样三张杂牌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 比如说这里有123三张杂牌把它给反过来 so我们拿着一张A 放到我们整副牌中间左右的位置把它给放进去 那么同样的第二份也一样 123三张杂牌中间夹着一张A 四张A同时放到我们整副牌中间左右的位置 第三份所有的操作都一样 三张牌夹着一张A 放到我们整个牌队中间左右的位置 当我们这样操作完之后 大家会发现现在这四张A 其实就在我们整一副牌 中间的某一个位置具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们非常的团结 因为我只需要弹一个响子 拉一下牌之后 你会发现四张A又会再一次 哇塞 合在一起 OK 这副牌呢全部都是普通牌 下面我们教学开始 时间很宝贵 点赞就当学会 首先呢我们要准备四张A 然后四张A 我们就背面朝上 背面朝上之后告诉观众 我们要拿出一张两张 这个时候数到第三张的时候大拇指 同时把两张牌推出去 再用我们的位置在这里做一个间隔 做完间隔 做我们把上面这张推出来 三张一起反 这个时候大家会发现 其实在这个间隔的位置呢 一共只有四张牌 好所以这个动作 咱们重新再来做一次 一张杂牌 两张杂牌 第三张的时候同时推两张出去 在这里用我们的位置去做一个间隔 做完间隔之后 把上面这张牌推出来 这三张牌呢 同时把它给反过来 沿着间隔把这四张牌拿起来 但在观众的角度 他们以为是三张牌 也就是说我们拿了四张牌 放上去 大家记得放上去的同时 一定要跟下面最下面这张A 一定要把它给重叠起来 那么下面所有的步骤 都是一样 推两张做一个间隔 三张牌同时反过来 沿着间隔把四张牌拿上来 放上来 而且与此同时 这个话数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告诉观众 我们要在每一张A的上面 放三张杂牌 这个地方一定要去做一个强调 推两张做一个break 三张牌同时反过来 拿起来放上来 好这个步骤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这个步骤之后 拿起来同时大家记住 一定要把所有的牌重叠着拿起来 直接放到我们的牌队上面就OK 数一张两张三张 把这三张牌呢 反过来 这张牌告诉观众 它是一张A 但实际上它是一张杂牌 好 所以这张A告诉观众 我们要把它给放到这三张牌中间的位置 然后再放到我们整副牌中间的位置 这个时候放进去之后 大家会发现 其实第一张A已经来到了最上面 在这里 好 第二个步骤同样的 所有的牌拿起来 放上去 数一张两张三张 同时把它给反过来 把这张A推出来 但实际上这是一张杂牌 真正的A在这里 好 再把它给放到我们整副牌中间 接下来所有的步骤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以此类推 反过来 放中间 给观众的感觉 就是我们所有的A 全部都被我们 放在中间的某一个位置 而我们只需要是一个响子 并且拉一下牌 你就会发现所有的A 一张两张三张四张 它又会重新回到一起 这是一副普通牌 学会这个魔术 记得告诉我 跟我学魔术 小作点 晚路